接著要來看的是宜蘭高中 宜蘭高中今年也有兩位學生 鍾凱爾和林士仁拿到了滿級分 70級分以上也有14位的學生 由於今年的考題難度提高 而宜蘭的成績還比去年更進步 表現可說是相當優秀 大學學策成績今天公布 宜蘭高中有兩位拿到了滿級分 而校長王寅指出 今年的考題難度相當高 滿級分只有138位 比去年182位少了很多 而宜蘭能夠有兩位學生 拿到了滿級分相當的難得 那麼就以75級分而言 那麼今年宜蘭高中有兩位同學 我們非常非常恭喜 那今年全國的這個75級分 一共有138位同學 那去年是182位同學 所以以這樣來看 這個全國的滿級分有下降的情況之下 那麼宜蘭高中還有兩位同學能夠獲得滿級分 並計畫未來繼續出國深造 現在心情是滿開心的 因為考試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了 然後有這個成果就心情非常的好 那未來目標的話 我想要讀台大電機系 然後看看能不能之後再去國外讀書這樣子 這還滿開心因為平常 就是這次預估其實我沒有預估到自己會考75 雖然說平常努力 所以我認為還是值得讓我拿氣勢 就是這樣 然後我未來的話應該也是去台下電機 然後我會 嗯 其實我也想要去 應該是美國吧 發展 此外宜中今年70級分以上有14位的學生 表現可說是相當的優異 宜蘭新聞記者來福欣彩播報道 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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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